中央夷战 美国被大理 猛击中共要害 美媒爆猛料 中共政权加速灭亡 现实残酷 中国经济已走到崩溃边缘 日韩大动作 剑制中共 战略调整 形势空前 中共若军援额 恐为侵台做准备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中共今年国防开支的升幅达到了7.2% 并且李克强呼吁军队要加强战备 这再次引发了外界对台海局势的担忧 不过有中国学者披露 由于美国手中有中共领导层的把柄 因此北京不敢与美国开战 3月4日 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 告诉《世界报》 中国不会向美国开战 因为我们的领导阶层 也就是国家 最有钱的那群人 把他们的钱 包括情妇在内的一部分家属都安置在美国 因此他们永远不会有勇气放弃这些好处 在这之前 2月28日最受关注的2023年台湾冲突足恶法 通过了美国政议院的审议 法案规定若中共入侵台湾 被制裁中共官员的财产将被公开 分析指出 如果中共入侵台湾 美国就会公布中共权贵家族在美国窝藏的财富内幕 甚至可能冻结这些财富 就像制裁俄罗斯一样 这个法案也从侧面反映出 美国对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财富掌握的是一清二楚 士兵人唐靖远认为 这个法案还会成为中共高层内讧的一个导火索 可能促使中共内部发生裂解 崩塌 士兵人张天亮也认为 习近平应该并没有准备好打仗 如果真要打台湾 军费增加不可能只有这一点 他分析 增加军费应该是安抚军心 要军队不要反对他 甚至要军队承担部分对内维稳的功能 接受世界报采访的这位中国写者还表示 习近平不了解世界 自掌权以来 他成功的和所有西方国家 以及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发生冲突 同时他认为 中共入侵台湾不太可能成功 无论台湾地位如何 台湾海峡有一部分属于国际海域 中共海经侵略将会阻挡日本和韩国 甚至中东国家的船只通行 另外 在韩国 日本 菲律宾都有美国的金石基地 可以快速进入战争 但他也表示台海开战的风险仍然存在 因为习近平想要比毛泽东更伟大 并收回台湾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给中共准备了多项大礼 击中中共要害 纽约时报3月4日报道表示 为开发与中共作战的新战术 美国海军成立了第三海军陆战队 兵海团 目前他们正在南加州 寂静为期10天的模拟太平洋岛链的作战演习 为有朝一日会与中共军队开战 探索新战术 另继《华尔街日报》最新爆料 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3日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监管体系 以解决美国对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海外先进技术的投资 屈膝主要是为防止美国投资者向中国公司提供资金和专业知识 而提升中共军事能力的领域将是该计划的一个正点 中共当局近期抛出机构改革的议题 预计在两会后将公布内容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相关人士消息披露 习近平和高层官员本周达成共识 计划在安全 金融 科技和文化等领域赋予中共更多的直接指挥权 同时进一步淡化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延华表示 机构改革的基点是为了控制权力 其实习近平自己没有多少人马 这些人本身也不是一个团伙 不都是一条心 都有互相的利益冲突 争权夺利的事 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实际上就是打破官员之间原来的利益结构 重新利益分配 如此一来遇到的阻力一定会相当大 李延华说共产党官员是这样的 他崛起习惯了 突然你把他手里的利益夺走 他也不干 目前的机构改革显然与国与民都没有利 因为大动作调整 其实会造成这种中高低各级官员对他的不满 所以不管怎么改 最后还是越改越糟 美国经济学家谢田表示 中国的所谓机构改革 其实是反向改革 改革以后 国务院可能成为中共的办事处 习近平进一步集中权力 用忠于他的一大批共产党党务官员 来管理经济 这除了转向类似计划经济 加强共产党对经济的渗透之外 还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台海冲突 和对美国的冲突做准备 士兵人杜正撰文指出 中共太腐朽 党性本身就是毒药 习近平拿大刀自我开刀乱折腾 救不了重病入骨的中共 只会加速中共的死亡 就像搞机构改革在极权 可能令他一时全是汹汹 但是随着中共之亡 习也就成了末代党魁 拭目可待 3月5日 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33次提到了稳定 比2022年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增加了38% 李克强强调的包括将稳定物价 稳定就业和供应链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指出 中共去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定的是5.5% 结果发表说是3.0% 基本上是腰斩 这么惨的数字 是几十年来没有见过的 当然中共说是疫情的原因 但外界不这么认为 这次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 能不能达成 其实李克强也就是把数字念完 他就下课了 接下来要看新总理李强怎么做 据悉在中共取消了严格防疫措施以后 仍面临着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双程挑战 有分析指出 中共遇到的困境难以掩盖 这艘大船青春百孔将加速下沉 中国问题专家马克·朱利安指出 中国经济正处在几乎彻底崩溃的边缘 中国经济下滑幅度 比国内许多人所预期的要残酷的多 这会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习近平在未来五年内将面临巨大挑战 因为他不再拥有他在之前十年执政期中所拥有的所有杠杆 还有分析指出 中共财政崩溃 对体制内的影响 首先冲击的是中共基层组织 基层公务员和基层走狗的饭碗仙断粮 然后向上蔓延 危机水位逐渐上涨 最后淹没整个基层 当基层全面失控以后 整个中共的上层和中层就成了 只有一两百万人的一小撮 他们就像一座空中楼阁 任何风潮都能将它吹倒 这是中共瓦解的必然路径 石板名副日前在一个新书座谈会上还表示 中共正面临其执政以来最复杂最多变的时代 现在台湾面对的或许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共国 而是一个即将快要撑不下去的 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共国 外界观察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结果是 驱使其邻国包括促使芬兰 瑞典等国向北约靠拢 同时中共在加强军事野心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太平洋盟邦也加剧类似的结盟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表示 周一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两个盟友 日本和韩国就二战期间 征用攻问题达成和解 从而去掉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一块心病 美国驻日大使一骂牛而说 这是空前的战略调整 6日的和解计划几乎解决了分裂东京与首尔的所有争议 前不久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也对外宣布 也许美军进驻更多非国基地 台湾这边 未来将有更多美军在台湾协助军事训练 这一规模比原先大约30人左右的规模高出了4倍 另外 澳洲与美国英国同盟已取得核子潜艇 而日本的国防支出翻涨近一倍 并将其军事行动与美国关联起来 称中国是其最大的安全挑战 分析指出 美国正在方方面面加强与盟友的合作联系 以应对中共的渗透扩张 外界广泛认为 今年春季将进入俄乌战争的关键阶段 中共是否为俄罗斯提供军援 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导指出 中共为俄国提供军援 不仅将改变战绩走向 中方还可能利用战场验证武器效用 为可能的入侵台湾行动做准备 3月6日 英国国防部指出 受到弹药短缺影响 俄国预备与士兵或许只能被迫使用铁铲 与乌克兰士兵进行肉搏战 《华尔街日报》引述俄国海关资料报导 中共已将导航装置 战机零件 干扰设备 等居民两用的科技和产品输出到俄国 虽然中共有能力供应更多 更精良的武器 但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的专家指出 中国国产战机的实战性能是否足以与西方战机匹敌 值得怀疑 而且解放军仍有许多尚未解决的弱点 例如战机的发动系统仍仰赖俄国 而俄国的相关技术至少在续航力方面 迅于西方 即使最终在技术层面迎头赶上 中国也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创新方面遭遇挑战 还有分析认为 随着战火持续进行 不仅俄国对中共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中共还可获得便宜的能源 敏感的军事科技 不拘北极的机会 对北京在中亚的扩张 俄国也不会反弹 战事延荡对北京不见得是坏事 而且为了贺阻俄罗斯 美国的资源 武力 时间全投注在东欧 中共在印太地区将更有余裕 可将心力集中在台湾等优先事项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